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女騎師後繼有人 袁恆堯和王寶妮 近一年在南澳洲拆騎拿到相當突出的成績 有理由相信他們有機會在今季之內被馬會安排返港上陣 令到女騎士重現香港馬壇 其中外表硬朗的袁恆耀 早前贏得南澳洲鄉鎮騎士冠軍,創造香港賽馬歷史 他在7月30日在當地出賽前,本來與另外兩位騎士同分 最終憑全日最後一匹助騎Dancing Stream 留前鬥後贏出頭馬,就此擊敗對手登上冠軍補助 羊名Nicola的袁恆耀去年曾經在4月和8月分別出賽和試襲踏馬 導致勒骨骨裂和骨盆出現骨折,加加埋賣都曾經休戰一段多長時間 復出後他一路自我加油提升成績 曾經在7月9日在Port Augusta馬場獲得全日頭四匹助騎全勝 當中包括1600米、1100米、1396米以及1498米合共四項不同的路程 表現震驚當地馬圈 馬會近年集中被出外受訓的建築學員 在南澳洲不同的馬場拆騎,吸取實戰的經驗 目前除了20出頭的袁恆耀之外 還有林林、王寶妮和黎彦麟 師姐王寶妮、揚名Britney 今季就是她第一季在澳洲集訓 成績已經相當不錯,她試過連續三個月都有馬贏奉杯 早排更加曾經一年10個星期贏馬 王寶妮生得多美女,加上英文又拖得下 據報在當地馬圈都幾受歡迎 這個都是騎得之人 無令馬會失威 早在今個月初她在Rossby Downs馬場 一日先後兩度與袁恆耀穿嬌 其中第四場1400米 袁恆耀跑到最後直路拉屎 在外蘭一條氣殺上 同一組透出的王寶妮坐騎 鬥到叮當碼頭幾乎一起衝線 結果Nicola拍上險勝Britney贏馬 兩位香港女將鬥足大半條直路 彼此各不相讓,且騎攻紮實又沒有手軟 其中王寶妮坐騎的列馬師 賽後曾經要求看決勝影相圖 反映她都輸得有點不服氣 去到同日美場第六場 亦都是1400米的賽事 今次輪到王寶妮補一戰之手 他騎回之前曾經由袁恆耀贏出的馬匹Run On 後上一攻而破大勝而會 跑第二的正正剛巧就是袁恆耀的助騎 當地於是一次賽事就開出兩條香港女將Q 都可謂救了歷史性 前半球有兩位香港女將是澳洲羅威 北半球更加有三位女騎士蓬佩 講的是剛剛攜手贏了英國色駕杯的杜希利 杜遠欣和澳旋碧 這個組合以78分贏了73分的世界隊 以5分之先做就女子隊 重奪失落短短一年的冠軍寶座 其中杜遠欣以兩冠一艾人為銀馬安獎 澳旋碧更加首度參賽即即封後 這個美女騎士都算挺好腳頭 女子隊累積近八年內四度奪冠 今次這三位代表寫出真功夫 真正的跟國不讓鬚眉 事實成日賽事跑六場 他們贏了其中四場 杜遠欣和澳旋碧各自梅開二道 同日另外兩場頭馬 分別由日本騎士橫山和身 以及德國騎士韓申贏馬 韓申臨時取代當地冠軍毛鎮鵬參賽 至於香港代表蔡明肖 以世界隊成員身分上陣 他在今次釋駕杯跑五場 拿到三個亞軍表現都算不錯 至少好過只有一個第二的莫雷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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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